无名是什么 我们今天讲的 齐心动念 这个齐心动念 一般人 对它没有概念 齐心动念 很难懂 我们是在最近 这十几年 看了不少 和科学报告 才有一点概念 佛在经上有说明 讲得最清楚 最明白的 是尊 跟弥勒菩萨的叹化 佛问弥勒 心里我所念 是将反复 六道反复 心里起了个念头 这一个念头里头 有几念 有几项 有几时 这几个字是经文 就是念头 就是念头 弥勒菩萨回答是 举手 一百个千 一百个千 十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这些探知 一探知 有三百二十兆个 神秘 这念头的神秘 他说 念念 陈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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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精神 物质现象 最小的单位 这个不能再分了 再分就没有了 所以 物质跟精神 是一 不是二 物质里头 一定有精神 就是有受想形式 受想形式 一定有物质 它分不开的 那 陈仙 同学们念得很熟 观赐在菩萨 行 身 般若 般若密多士 照见 无蕴皆空 无蕴是最小的物质单位 无蕴皆空 怎么空 你掌握不住 它的速度 是一秒钟 我们已经讲 秒座单位 一探值 一秒能探多少次 有人告诉我 可以探七次 真的 确实可以探七次 那么 三百二十兆 再乘起 一秒钟 两千两百四十兆 一秒钟 一秒钟 这个三 无论是精神现象 是物质现象 一进身灭 两千两百四十兆次 哪一个像 是你 这个我们 冷静去思维 所以佛说 凡所有像 皆是说 一切法 鼻尽空 不可得 有像 是假的 不可得 这么快的频率之下 它的生灭性 那不生不灭的 本性 它里头 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 心理波动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真空 不可得 妙有 就是真空 随便 生其象 会能大四 开悟的时候 幕后一句话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这是佛法 这一度从哪来的 佛没有说神造的 没有说上帝造的 佛告诉我们 从心向神 这是 十法界 一正专业 咱们六道轮回十法界 是从念头 产生 整个宇宙 包括祝福刹徒 那就是能大四 自信 能生万法 自信 能生万法 是全体 不是局部的 阿赖耶 变现的时候 是局部的 不是全体 就华言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宇宙 是新线 实变 新线是真的 就是世报图 实变的 把世报图变成了 方便图 同居图 方便图 就是世法界的 死圣法界 方便图 同居图 就是六道 那佛家将 整个宇宙的元气 跟今天 科学所发现的 相同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科学技术 在不断的发达 我们相信 二三十年之后 不要很久 现在 科学还已经把 物质现象是什么 搞清楚了 这宇宙的秘密 也揭穿了 物质 是念头 产生的 念头的真相是什么 现在还没搞清楚 我们相信 一定能够 发现的 这佛在经上说的 用第六意识 就是用我们的思想 用精密仪器来观察 我们制造这些仪器 现在看到 物质现象是假的 是念头 波动现象 产生的 那念头 波动现象 从哪来的 佛说 这个 科学家 都能发现 但是 他见不到自信 为什么 自信是真心 真心理念 没有念头 才能够 见到 科学家 有念头 有念头 只能见到 阿赖耶的 三细像 再生 他没办法 再生 不能用仪器了 用神 用禅定 用甚深的禅定 可以见到 那是真理 跟佛 完全相同 换一句话说 明心 见心 他见到了 没有见心的人 见不到 阿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阿 尼 陀佛 阿 陀佛